戴著白色安全帽 手拿筆記仔細聆聽 台南市長賴清德 解說重災區 微貫金龍大樓的救災情況 來自日本的五人搜救小組 六號深夜兼程抵台 七號一早就馬不停蹄 抵達災區現場 希望能盡早獲得全面資訊 以便提供進一步的協助 南台灣美農強症 台南市受創嚴重 日向安倍晉三 不但第一時間表達慰問之意 強調願意提供台灣 任何可能的協助 更立刻指派 五名隸屬於日本外務省 游泳三一救災經驗的人道救援小組 進駐台灣前線 他們可能先派他們人員 到這邊來看 了解這邊情況之後 後續他們才會提出他們的協助 他們一到現場便聽取簡報 並巡視災區四周 希望能盡快了解現場狀況 擬定合作救災策略 由於目前可能人有許多住戶 困在塌陷的大樓底部 各界都希望日本救災專家進駐 能拯救更多人受困在殘骸當中的 寶貴生命 記者 魏仁君綜合報導